選前最後倒數五天 不是氣寶的氣寶 已經全面開打 藍營的最後王牌 居然是他 前台大校長管忠敏 站台出登場 你看他哪裡像素人 金句連發 以管忠敏對中間選民的號召力 這張王牌會帶來 怎麼樣的關鍵轉折 觀眾朋友 管忠敏都出來了 下一個會是郭台銘嗎 對沒錯 上超級清晰天裡面來說 藍綠百都不約而同 在高雄進行一個大造勢 那當然了 以藍營的造勢裡面來說 他的位置是在 孟實在狂場旁邊的 時代大道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現場的人相當的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們主辦單位宣稱說 我們來了現場有12萬人 這個定名叫做 南台灣怒吼的大造勢 那當然是場面十分浪大 那侯瑜在進場的過程裡面 也走了相當久了這個時間 這個地方來說 相當相當的熱鬧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就有人就說 高雄造勢的場合比跨年還要多 因為高雄市跨年剛好也都在這個位置 那特別是在整個選舉的造勢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當然你還是要有一些議題主導 對不對 那在侯友宜的講法裡面來說 他就講說 我宣示當選總統之後 我要把這個綠營的包括說像費死啦 台獨黨綱啦 還有所謂非核家園三個神主牌全部拿下 所以等於是他公開呢跟綠營做一個宣戰的這個過程 所以看到吹票從南台灣的高雄開始 觀眾朋友看到高雄這一場最吸睛 媒體美光的焦點是這一位前台大校長 管宗明出來挺這個侯友宜 然後他第一次他才說說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個造勢場合 第一次幫人家站台 然後他一上台就跟大家用台語問好 那表示說他第一次服選 那就獻給這個高雄的鄉親 然後他還提到就是說 現在的執政黨就是吃湯吃貼的黨 然後就是謀財害命的黨 那當然是直指這個高端 還有給萊豬給萊牛來說 然後又不給人民選擇的這個機會 然後疫情的時候呢 又不給疫苗 所以他等於是 其實他批評了句句來說的話 對藍影來說都是認為 打到要害的一個狀況 管宗明出來的觀眾朋友 這一張牌到底會對選情帶來 什麼樣的激盪效應 你要知道 他是卡管案的當事人 他自稱他是幸存者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只談卡管案 管宗明也就這樣 因為他最近都在談論卡管 沒有想到站上去他談的是什麼 疫苗 他是人民對於民進黨執政下的不滿 所以他對於中間選民 對於整個教育界知識藍的召喚 會產生多大的效應 對 沒錯 我們要管宗明台大校長 那台大校長來說 當然對一些知識分子 知識藍 或是說對一些所謂中間分子來說 我覺得某些程度還是有些號召力的 所以人家就說了 評論他的這個 浮選的處女秀 他說 欸 現在魅力似乎是不遜於韓國瑜啊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很多台大校友在這一次呢 也出來這個力挺管爺 那這裡面來說 就是台大的校友 然後精神科醫師沈正南就表示說 你看看到管校長為了台大的這個把管事件 出來勇敢的這個發生 令人敬佩 他說現在還有台大師生呢 搞不清楚把管案的錯在哪裡 顯然他們對大學自治完全不了解 那我必須講啦 事實上這一次用出了這個 管宗明這個王牌之後呢 我覺得某些程度來說 應該可以吹動一些知識分子跟中間遊離分子的選票 不過顯然呢 現在藍營還在召喚另外一張大王牌 我就認為那張王牌可能就是郭台銘 好 所以我們再看 最後幾天的時候 郭台銘會不會相對應的動作出現 好 靖妍 管宗明 管爺都站上台了 拿起了麥克風了 這對藍營吹出選票 帶來多大的一個力量 千呼萬喚使出來啊 大家一直都很期待說 管宗明能不能提早在這一場選戰表態 但是我們知道管爺 他這種不當台大校長之後 相對起來比較低調 可是呢 他在現在這個關鍵時刻 終於站出來 而且站在台上 就站在第一排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 管宗明他當然對於藍營的支持群眾 有凝聚力 第二 管宗明呢 他曾經擔任過中英院的院士 台大的校長 在學術科學理性這方面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確實也可以吸引到 部分的一些中間選民 然後重視台大學術自由的這一些人 因為民進黨破壞的是大學自治 所以管宗明站出來的意義 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包含第一 管宗明終於站出來 然後更不用講說 韓國瑜 王金平等等這些大頭 全部都回歸 看起來選舉怎樣 這最後幾天 國民黨的這些大師兄 二師兄 三師兄們 全部都回來了 看起來氣勢凝聚 絕對是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人啊 管爺都上台了 大家在問 郭董 郭台銘 欸 剩下四天的時間 有機會嗎 沒錯 郭董當然就我所了解 他最後關鍵時刻 不管怎麼樣 他可能不一定會出來站台 可是他至少會在臉書上面表態 發文表態說 應該是要去支持這些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是什麼 就是要政黨輪替 最有機會獲勝的候選人 所以那天韓國瑜在台上 不是也替郭董發聲了嗎 他說 包含挺郭董市長的朋友們 請你們回來吧 他也知道說 郭董市長一定會表態去支持 有沒有機會贏的人 所以我覺得 郭董市長的表態 在最後這關鍵幾天 也一定會出現 觀眾朋友 民進黨另外一個警訊 一點都不輕鬆 很難應對啊 居然是他的醫護鐵票區 現在開始鬆動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就從九合一 陳時中落選落敗之後 大家一路觀察到 現在2024要選了 還沒吃血嗎 這次的總統大選 其實對於所謂藍綠白 三個政黨來講 我認為都會面臨到基本盤 要重新重組的一個現象 而且在最近綠營裡面 發出一個警訊 認為說過去一向被視之為 叫做挺綠的醫護人員 很有可能在這一次 會面臨到板塊 政治板塊大幅位移的狀態 為什麼我們先回來看 國民黨總統 這個副總統 候選人趙少康 之前發 講說他其實要挺醫護 為什麼 因為講說醫護人員 現在幾乎每天都在做功德 所以他拋出一些 這個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對於醫護的一些 所謂的政策的這個一個目標 其中有提出 講說要幫護理師 加薪一萬塊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提出來之後 更具體的部分 還包含到說 要重新檢討 整體的健保支付的制度 還有健保浮動點值 要以1.1元作為目標 甚至以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護病比的部分 也說要用三班的 這樣一個方式 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口頭上說 要讓他入罰 好 觀眾朋友 你記得嗎 就在去年年底 醫護上街頭 他們也認為 該他們的 為什麼政府都忽略 他們怎麼把自己 做得這麼險憾 結果趙少康的發言 拖住了他們 接住了他們 不再讓他們是狗廢火車 哇 這樣的一條政見 對於醫護會產生 怎麼樣的一個 撼動效應 當然我們提到 因為趙少康提出來 是說這個健保支付的制度 要重新做為調整 那這個當然包含 就是健保費的 這樣的一個收取 還有過去一直被增值了 比如說 被增值到 比如說在醫藥的 給付的比例上面 但問題是 當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今天朝向 要把這個東西 讓他入法 對於醫護人員來講 是提供更有保障的時候 我告訴你 其實在一些 所謂的醫護的群租裡面 居然就有人開始講說 我告訴你 第一次說 今生第一次要投給國民黨 這個是多大的一個警訊 你剛剛提到了 醫護這一塊 過去向來是綠營的 穩定的票倉 一路支持 結果現在開始有鬆動了 可能過去都投綠 現在這一票 又投藍營了嗎 而且這樣一個鬆動的現象 甚至連過去一項挺綠的 或者挺綠色彩鮮明的 這些所謂的醫護界人士 都有對民進黨提出警訊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時候陳時中 代表民進黨參選的時候 一直強調 就是因為防疫有功 可是防疫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一個兩面 也就是你覺得 自己守得很好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其實用非常多的 醫護人員在第一線的犧牲風險 還有許多 包含我們所有的國民 大家在那個地方 一起在努力所撐下來 所以陳時中那時候 代表民進黨參選 台北市市長的時候落敗 甚至現在也提到說 在台中中二選區 代表民進黨 繼續要爭取立委 連任的林靜宜來講 也傳出選情 其實老實講 他也非常努力在爭 其實現在大概看起來 他也醫生 所以他可能會被波及到 這兩個其實都是 醫界裡面非常重要 在綠營裡面非常重要的代表 那結果現在就講說 其實因為執政黨在過去 沒有針對具體的醫療健保 提出改革這個亮點 而且再來就是說什麼 你知道 因為一句做功德的這件事情 讓醫界都會覺得說 我不是永遠都在跟你做功德 或者怎樣 所以現在連我剛剛提到說 像施錦中 他還提出來講說 大家不要說要冷靜 你不要為了教訓賴清德 而最後教訓到了自己 好 這個我們看到了 為什麼林靜宜的這一席 這麼重要 壓力大到一個 他可能會不會是 輻射出去的破口之一 你看一個人 蔡英文總統 一個星期的時間 居然連來一次 兩次 三次 你什麼時候看到總統 去一個立委選區 直接去三次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蔡英文甚至強調說 在中二選區的部分 是所謂的關鍵指標 他說如果林靜宜能夠過關 就代表中二選區真正擺脫 地方家族政治的拘束 當然這個是綠營自己本身的說法 但我們就回來看中二選區 這個地方的政治板塊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席變林靜宜在上次立委 補選的時候贏了 而且在這之前 事實上是由所謂的 親綠的陳柏惟 拿到了立委 可是你會發現到 在這個地方 難道政治版讀 已經完全變成綠營的了嗎 你從蔡英文 這個一個禮拜內 要連續跑三次 你就知道在這個地方 綠營是一點都不敢鬆懈 尾翰帶我們來看到 這一張王牌會對選情帶來 怎麼樣的一個關鍵轉折的力量 而當管中銘都站上台 拿起了麥克風 下一個會是郭台銘嗎 好 俊佳哥還有保證的觀眾朋友 有當時 你如果感到人生逗逗的時候 這拳大拳把它煮下去 對不對 這一拳大拳的 管用 好不好 管中銘管也來了 觀眾朋友很簡單 三個字 知識欄 台大笑場 對不對 但他的這個登台的出體驗 獻給了侯友宜 跑到哪裡去 高雄呢 他在高雄講什麼 他說民進黨吃銅吃鐵 吃鐵吃鐵啦 所以呢 可以基本上來講 韓國瑜說他是大姑娘進洞房 金句連發 韓國瑜也挺侯友宜 管中銘也挺 我再講一次 管中銘代表的就是知識欄 對 那今天跑出來 因為他其實對民進黨早有批評 可是他站出來以後那個效果 其實就會帶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大家都在搶票 柯文哲的那個造作廠也很驚人 都在喊柯P對不對 阿伯阿伯什麼的 那民進黨也是一樣 所以呢 在高雄的這個三場 對PK 你就發現說大家都要去拍一下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在高雄的 侯友宜的場對不對 由管中銘 大公的 他租下去對不對 所以這個中間這個是管中銘 那另外呢 民進黨的部分 民進黨也喊12萬人啊 當然就是主持人在喊 我就告訴你 民進黨喊12萬 公民黨多少 也喊12萬 那民眾黨呢 民眾黨喊8萬 Lava Day 在這個Lava Day的公園當中 其實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以這個總統造勢場來看的話 三場人真的都蠻多的 可是呢 你各自就有各自幫自己站台的人 那你知道今天跑出來 管中銘知識欄來幫助他 第二個 知識界 除了學界之外還有醫界 醫界 那現在有一個訊息 在那邊傳 因為 侯友宜跟趙超康 尤其這個趙超康 他是一個很有聲音的副手 他常推很多政見對不對 還有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如果侯友宜跟趙超康當選的話 健保給付一點就給一塊 這個對基層的醫療人員 對醫師來講的話 健保其實就是他們每天辛苦 現在當醫生沒有以前 三三年以前 哦 先生 先生女 當醫生就家裡就買洋房 開邊是沒有 現在醫務人員也相對辛苦 所以呢 健保給付一點一塊的這個證件呢 他說那好幾個醫師的賴群組當中呢 都說他們要投給國民黨了 欸 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不是醫生啊 我看這一個訊息好好幫我們解讀一下 因為我覺得今天這個訊息很多人在討論 為什麼 醫護一直都是綠營的 鐵板塊的鐵票倉 對啊 欸 如果連這個訊息都出來 是不是代表 先前從疫情之後 你該給的補助沒有給 你讓他們繼續血害 你沒有拖住他們的抱怨 業力引爆了嗎 所以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個訊息 因為我們就貼給大家看 有這樣子的說法 但畢竟我不是第一屆的 第一線的醫務人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是事實 但我要跟大家說有這樣子的訊息 是 就是這個健保給付 一點換一塊的 這個證件 好像打動了很多第一線 醫護人員的心 這第一 第二就是剛剛俊恩哥講的 過去民進黨的票 年輕票 本土票 獨派票 還有一屆啊 對 一屆本來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這次民家比較多嘛 那真的如果一屆這樣被打動的話 來觀眾朋友還有五天 你再看好了 好 另外一個我們要觀察 我還要幫我們來解讀一下 在歷屆 我們過去幾次的選票 投票意向的調查當中 不表派的人越來越多 這一群人 最後要把票投給誰 現在成了決定勝敗的關鍵 你看到前面都是藍營在顧票 搶綠營的票 現在還要搶更多的是那些 沒表態的票 我要來告訴我們 韓國瑜出大決了 最後五天了啦 說實在 最後五天 那就是大家要集中選票了 那這個是柯文哲也是這樣子想 韓國瑜跟侯友宜也是這樣想 柯文哲支持者都喊什麼 都喊氣喉寶柯 我看到他們 趙氏活動之後 走過羅梯尾的那個總部來的 氣喉寶柯 咬你喊 對不對 柯文哲支持者 希望大家投給柯文哲 同樣的 國民黨的支持者 當然就希望投給侯友宜 那今天為什麼講韓國瑜 因為既然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人 是好朋友嘛 所以好朋友 你這次到底要挺誰 韓國瑜他一直都沒有明確表態 但就在這個禮拜 五六日的時候 他連續登台 既然跟我跟你講 五天以後會有個總統候選人 當選 另外兩個落選對不對 但是誰是勝者 我還不知道 可是誰是2024的金句王 就是韓國瑜 就是他 金句太多了啦 你說在管中民有沒有 大姑娘 這也是他講的 來我跟大家講 他金句是什麼 很簡單 他的金句就是講說 柯文哲的場很熱鬧 但是 空氣槍 是沒有用的 空氣槍到上面好 所以呢 場子熱 不會贏 我再講一次 空氣槍 場子熱 不會贏 韓國瑜公開跟大家講 而且他呼籲的是什麼 他之前是講 他先跟大家講就是韓粉 他禮拜五跟韓粉喊話就是說 所謂票投柯文哲 院長韓國瑜 沒有這種事 所以他在告訴韓粉回來 回來回來 那第二個 他在講說 柯文哲的支持者們 先對韓粉喊話對不對 再對柯粉喊話講 柯文哲的支持者們 投給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是會不會贏的問題 他給柯文哲會不會贏 下一個結論就是不會贏 那當然觀眾朋友 我們就是論事 柯文哲聽得到不高興 韓國瑜你說什麼 柯文哲的支持者覺得柯文哲會贏 可是韓國瑜確實講了這幾個字 場子雖然很熱 但是柯文哲不會贏 呼籲柯文哲的支持者 把票投給侯友宜跟趙柯康 投給侯康才能夠下降民進黨 這是韓國瑜的原文 我就把它轉述給大家聽 觀眾朋友你要怎麼投 你自己做決定 但是韓國瑜這樣出手之後 第一個衝擊到的就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原本是跟韓國瑜友好的 那你友好的 他有講說叫大家不要再把票投給侯康 那怎麼辦呢 柯文哲馬上接受訪問 他就跟大家講說哎呀 我能夠理解啦 因為韓國瑜現在不當不分區嘛 所以呢這個黨會要求他要這個表態棄跑 我能夠理解他 但是韓國瑜私下跟我講柯文哲 哎呦我都不要講他講什麼 他就暗示就是韓國瑜私下講的 都不是這樣 私下好像是比較挺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很厲害喔 我剛剛有沒有講 原文他是怎麼說的 投給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現在韓國瑜在講對不對 投給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是會被贏的問題 他就把這句抓出來 投給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他就代表韓國瑜認為 我柯文哲比侯友宜更好啊 那B的韓國瑜 觀眾朋友今天 中午呢 又請辦公室的同仁 再發了一個最新的聲明 就想說 韓市長要說的話 都已經在五項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要集中選票 他說他跟柯文哲是好朋友 但是對不起最後只有一個人會贏 他還是呼籲大家集中選票 所以講到這裡 韓國瑜他的公開談話就是這麼清楚 希望大家把票投給侯友宜 沒有什麼容錯空間 那如果柯文哲還要再跟對外講說 其實韓國瑜是挺我的 他把他的希望 記在韓國瑜身上的話 那韓國瑜還有今天還有明天啊 還有這四天他繼續講更白一點 不要投給柯文哲投給侯友宜 那不是對柯文哲來講 拍垮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也知道他是國民黨不分區嘛 他怎麼可能跑出來跟大家講 票投柯文哲呢 這種時候其實就不用把希望機放在對方的身上 柯文哲的不分區第一名 黃三恩跟黃國昌 也不可能講說把票投給侯友宜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兩邊都是各自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不分區的第一名 一定都是支持自己的同黨的總統候選人 不可能有其他的選項 好我要問你 倒數五天不到 你看到電視的這個時候其實是存不五天了 我們看到不管你什麼籃 知識籃 淺籃 本土籃 現在對於倒數的關鍵時刻 如果你不能集中選票 你沒有辦法去完成政黨倫敵 心裡有多焦急來看看這個人 劉家昌 哇他議席的發言重磅式的敲在腦門啊 所以卷家哥還有報信我的觀眾朋友 我很喜歡看歷史啊 歷史上面其實大家就看戰隊了 那現在問題來 我們今天講的這些 我把它大家做一個總和 管忠明是不是站對了 是 站在韓國瑜那邊 那個侯友宜那邊 韓國瑜是不是站對了 也站到侯友宜那邊 所以呢 這個是知識籃 這個是草根籃 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導演跟音樂家劉家昌 那你說他算什麼 他基本上呢 就是國民黨的深籃 他的臉書就是國民黨深籃那一款喜歡看 先前跑去支持郭台銘 現在跑回來又要侯友宜 但他跟大家講 他認為柯文哲是忽藍忽綠變色龍 所以就呼籲韓粉跟鍋粉 都不要投給柯文哲 那你要知道喔 在這個官員大戰的時候 東西軍拉出來七萬八大概差不多喔 就最後小早川決定挺誰以後 整個情勢都批變了 所以現在目前在比戰隊的狀況 大家目前後面都有 柯文哲有很多支持者啊 柯文哲也有黃國昌跟黃珊珊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在挺他 可是各自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最後就比誰的票多 票多的人就能贏 好余軒你怎麼看管爺管爺也上台了 這會對選情帶來怎麼樣的一個關鍵轉折 那管忠銘有他的身份特殊性嗎 第一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是屬於一個教育家 他是大學的脊梁 對不對他不是一般人嘛 是當管忠銘出現在造勢場的時候 這個是叫第一個神秘嘉賓 但我直接在這邊爆個雷 就我聽聞國民黨後續在這個禮拜當中 還會有其他神秘嘉賓出現 所以管忠銘代表的是什麼 教育界的力量 那有沒有百工百業各行各業的巨擘 都代表著在野的聲音 代表著期盼政黨輪替的聲音會出來 而管忠銘在台上其實他在訴求一個概念 也就是政黨輪替必須集結所有力量 極大化碼 所以換言之管忠銘也好 韓國瑜也好 他們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固本 而這個固本就是說不要讓國民黨的票往外流 能不能挖到民眾黨的牆角 能不能挖到民進黨的牆角我覺得有他的難度 但是他至少可以確保一件事 就是國民黨的基本盤必須移動也不動 那此時韓國瑜講的話就有他的玄機 我把他原話精簡 反正他就講白了 侯以趙昌現在很有可能贏 但差一碗乳肉飯一瓶礦泉水 也就是他當年打下高雄打下天下 所仰賴的這兩個神兵利器 但這一碗乳肉飯這一碗礦泉水在誰手上 在民眾手上 而民眾如果把票偷給柯文哲 就是偷給空氣槍 因為很熱鬧 但是你灌再多水 他也不會贏 講白了韓國瑜就是在敘述一件事情 柯文哲是地表最強老三 你不管喝再多水 老三就是老三 就是不會贏 所以希望把所有的柯粉 喜歡韓國瑜的柯粉 號召回來到國民黨 但我講白話文 這個只是叫做防堵 因為真的能夠動搖這些白粉 這些白人叫信徒的有限 但至少可以確保一件事情 如果曾經有動搖曾經有移動 曾經有心頭想法說 是不是該轉頭誰的 能夠把他們趕緊搭回來 但你看反觀 韓柯文哲動作就很妙了 柯文哲他回應韓國瑜說什麼 說沒有啦他有苦衷啦 我跟你講啦 這個沒有啦 他私底下跟我講都不是這樣 就在今天 他又在加碼 因為韓國瑜回應啊 韓國瑜回應 他最新聲明有出來講啊 說沒有我已經講得很清楚明白啦 對不對 雖然我跟柯文哲很熟 但是下架民進黨 對不對 就是要集中選票啊 他說我該講的話 我在造勢場上都講清楚 但是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最為動搖的是什麼 他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作為泛男的一個勢力 會被韓國瑜給帶回去 給吸收回去 所以即便把韓國瑜扣帽子 即便玩他最討厭的 也就是當時的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他依舊用同樣的手法 反過頭來對待韓國瑜 連續幾天天天你就聽到 侯友宜喊出這句話 集中選票 政黨輪替就插臨門一腳 依舊告訴我們 要怎麼集中選票 關鍵在他 柯文哲 向來制霸網路年輕世代的柯文哲 現在呢 卻深陷在網路夾殺 你沒看 從賴消的戰路上 到趙少康的夜夜秀 都盤踞了發燒榜當中 那柯文哲呢 他急的推出30秒的短影音 為什麼一推出就被前幕僚 跳出來揭穿說 他利用行銷包裝 騙了10年 哇 這要怎麼看啊 美感在哪裡 我覺得最近 柯文哲可能真的有點著急 為什麼 你看他隔壁 趙子榮殺了七進七出 上了這個熱搜榜 賴清德呢 開始呼喚817選票 趕快把這個蔡英文找過來 一起開車對不對 你沒有搭過我的車 還把總統丟在海邊 沒有關係 但是都引起了極高的討論度 可是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真的是不行 那要下架民進黨怎麼辦呢 侯瑋瑜現在跳出來他說 他首先先講六點聲明 柯文哲不賞臉嘛 他說沒有 沒這件事 好 那趙少康呢 這個也是好言相訊 也不理他 那現在說好吧 那我這樣子 我會贏啊 百分之百請集中選票 因為集中選票就會贏 這是一個一套邏輯 其實他是很善意在講 因為不講氣飽了 也講氣飽了 讓你行官 柯文哲不開心 對不對 文哲也不開心 那怎麼辦呢 結果這個趙少康 侯康都丟了這個聯合內閣 而且聯合內閣一開始 其實是柯文哲的主張 結果柯文哲一聽到說 我扣打用完了 誰扣打用完了 第一個他吐槽朱立倫說 朱立倫騙我 我討厭他 所以我不跟他講話了 侯友宜 你唸簡訊 我討厭你 你扣打用完了 所以呢 現在要我當行政院長 我不理他 這可惡 那趙少康他也嫌棄 他說 你這個私閣啦 那你這怎麼辦呢 這個當然柯文哲的意思說 我贏啊 我贏啊 那怎麼贏 好 那你們有廣告是不是 你們有夜夜秀是不是 來 巨像哥 我告訴你 我來推出我的廣告 丟在哪裡 丟在柯文哲的頻道上面 他呢 就是所謂的 這個廣告就說 讓人跌破眼鏡 讓點點點的 其實就沒有講出來說 讓在一些看衰他的人跌破眼鏡 讓賣柑果乾的人跌破眼鏡 2023年8月柯文哲才說 我不贏啊 台灣完蛋啊 奇怪 你自己也賣 另外他當然主打感性 因為你知道 在路上那支廣告很感動對不對 他說 柯文哲啊 他現在也上架一支影片說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啊 這是年輕人 你們好辛苦 我速度很激動啊 那奇怪呢 這個以前呢 他就是專門說 你看你民進黨 就只會拍這種在路上 沒有實質內容 只會販售情緒勒索的廣告 結果你看 他前幕僚就揭秘了 說不對耶 其實你也拍過類似的廣告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 蔡英文為什麼出手 因為這幾年執政 你現在很痛苦嘛 低薪 對不對 高房價 然後呢 這個可知會索得越來越低 然後每天遇到你民進黨就在講幹話 我們剛才講的嘛 什麼問題 丟問題出來說 你中共建選 中共同仁 現在連續大陸旅遊 通通都變成什麼 都變成中共同仁 大家生氣憤怒啊 所以尤其對賴清德 而且賴清德是怎樣 根本台獨今孫變台獨歸孫 本來 這都是柯文哲提出來的標題 對吧 所以很多所謂本來817萬 都已經跑到了柯文哲身上 他有一點機會 可是現在蔡英文沒有 他開始主打那個感性 在路上 你沒有搭過我的車 賴清德 上了車 兩個人 開著車 聊著天 然後又抽出這麼多的流量 現在這些情感 慢慢的慢慢的化銷 他也不給你談那些傷透了 他也不給你談那些內容 他只給你主打一個 過去你跟著我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守護台灣 一起守護英文 那個感覺 那個感動 現在回到師父身上 但是柯文哲 沒有辦法給他們感動 柯文哲現在自己常常換來換去 現在大家覺得說 奇怪 人家蔡英文雖然做不好 但是他給我們溫度 但柯文哲給我什麼 柯文哲給我的是什麼 給我是沒法度啊 我都搞不清楚你在想什麼啊 所以現在跑了 當蔡英文在路上 召喚當時支持他那群年輕人 這些人聽到召喚誰受重傷 柯文哲受重傷 他本來要接收這些紅利 穩穩的爽爽的選到1月13號 現在擔心了 最支持他鐵粉會不會 又回到了民進黨的帳篷底下 這才是他最擔心的事情 他還要擔心的第二件事情是 內訌分裂出走啊 是喔 大家還記得嗎 報審人朋友 我們那天不是講了一個 民眾黨安樂區的主任 跑掉了對不對 那現在呢 又來了 柯文哲不要沒跑掉的喔 他竟然不認識他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怎麼回事 這個前桃園市議員候選人曾妍姐 因為我叫大爺了 他也是我好朋友啊 那他最近呢 跟柯文哲在見面喔 其實啊 他是選完議員之後 他就回去桃園市政府工作 一直都在幫民眾黨 做很多基本的一些工作 而且民眾黨活動他都有參加喔 結果柯文哲看了他一眼 欸 你哥在這裡喔 嚇一跳 我的天啊 人家一直在努力 所以後來啊 這個大爺曾妍姐他回去之後 他很傷心 你知道嗎 欸 阿伯怎麼會不認識我呢 原來一直有人在放話 說我原來大爺已經退出民眾黨了 那怎麼退出 還會一直在節目上呢 怎麼會到KBTV呢 怎麼可能呢 可是這就是柯文哲現在的問題 那更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各位 大家還記得嗎 跟著柯文哲三十年上山下海 開刀要有他 用葉克柏要有他 進台北市府要有他 創黨要有他 結果現在他在哪裡 那一個人眾裡尋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原來他在台中第一選區那裡 很難度啊 誰呢 蔡碧如啊 蔡碧如怎麼了 蔡碧如像阿信一樣 當時柯文哲一句話 好啦 老娘來去台中拚了啦 連他的存款都拿出來砸了 結果現在在台中中醫選區 看不到柯文哲啊 現在像阿信一樣這樣選 誰幫他最多 盧媽媽 媽媽市長 盧秀燕啊 所以千算萬算 沒有算到這一步 今天大家才覺得說 哇 柯文哲你怎麼放聲你的 蔡碧如 你最鐵真真的鐵娘子 結果蔡碧如卻因此因禍得福 為什麼 當我變成了盧系立委的時候 票也來了 人氣也來了 我要是跟著你柯文哲 我能擁有這些嗎 所以這個就是怎樣 千算萬算喔 算不過天一化 也就是說 真的老天是給肯努力肯努力的人 為什麼呢 來大家看一下 看這個喔 這是台中的造勢喔 原始版本我都幫他發出來 12月30號 當時蔡碧如要辦一場造勢 這是早就定好的 那這個造勢有沒有看到 俊翔哥 你看這圖裡面少了誰 柯文哲 對 裡面有謝榮健 有盧媽媽 然後呢 甚至有這剛開完刀的這個 這個立委喔 那結果呢 就是沒有柯文哲 那還有其他民眾黨的小雞啊 鄭立委你在裡面嘛 那結果你看隔壁喔 這個是前進大財中 這誰辦 這陳親茂辦的 陳親茂在蔡碧如的 這個所謂的競選總部開幕式的時候 他是幫忙的 出最多力的 結果陳親茂要辦這一場的時候 蔡碧如不見了 誰在擋 是誰在擋 欸 看不見的手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 黃珊珊嘛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我們沒有買到 最後件事情 уж賣 這裡 我一定可以 PVP 꽃 I